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桃椒怎么吃 滑嫩香甜好滋味 干的桃椒看起来像琥珀 今天我使用50克的桃椒 加水泡软 浸泡约一个晚上 很重要的是要充分的冲水 将它彻底洗干净 泡软之后可以将一些 留在桃椒内的杂质洗去 才不会影响口感哦 洗干净之后 它就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果冻 丢丢的很好看呢 另外我使用两颗当季的西洋梨 洗净切块 再加入洗净的干柏盒跟枸杞 再加入洗净的干柏盒跟枸杞 都准备妥当之后 放入电锅内煮就可以了 等电锅煮好跳起之后 再放入适量的冰糖 再煮一次就可以食用了 根据报道 桃椒有养颜美容的功效 再加上西洋梨根百合 有润肺止咳清肺的功能 枸杞明目滋补 这一碗桃椒饮品 适合老少咸宜 就是这么简单 滑嫩香甜好滋味 这一碗桃椒 后面是开始